大家好 我是中山市委书记郭文海 中山是珠江口西岸的桥头堡 深中通道对岸那边是深圳 深中通道将于2024年开通 深圳和中山就能一体化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中山找了一条工业城市生态文明 一方面自授业发达 另一方面是商兴水修 中山是汪漆里面 移鸡移业移游的精品城市 深圳通道建设它的意义非常重 习近平总书记因因阻托要加快 珠江口东西岸融合互动发展 广东省今年的党代会报告 也明确提出了要以珠江口东西岸融合发展为突破口 打造100公里的黄金内湾 这个黄金内湾中山就是重要的节点 同时 上党代会报告也明确支持 中山要建设珠江口东西岸融合互动发展 改革创新实验区 对中山来讲 是面临着新一龙重大的历史性的发展记忆 我们抢抓这个历史记忆 从六个方面加快 以深圳党东岸城市一体化 融合发展 包括营商环境 厂业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 社会治理 创新和城市规划 营商环境方面 我们要打造成 汪溪里面 省匹峭里最快的城市之一 我们宁心记忆 工坚低峭工业人改造 堂出足够的厂业空间 来对接深圳党东岸城市 特别是服务深圳的 20加8的厂业集群的厂业链 同时推动我们中山 高质量发展 中山是一座很包容的城市 是博爱之神 中山的海外华侨很多 匡营全国全球的企业家 到中山来找找看看 现在中山全市上下干部行众 正异业精神尽情 习近平总书记 光一要把中山建设得更加美丽的 入土荒莹大厦 黄人 空山 通过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